我们基本上可以先从这边开始画 这边 那高都不知道 所以画一条长一点的线段 那再给一个30的一个这个角度的一个线段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用线 从这边画一个60.32 那往上稍微长一点没关系 画垂直 接下来的话极坐标按右键 这边的话呢把它设为30 30之后的话呢其他角度就非常简单 120的话也是很快就可以显示出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用那个这个地方点一下起点 然后30度你会发现呢他马上就出现了 沿着这一条线的往这地方到焦点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点 一个是 这个圆 所以在这里的话能画一个圆 那题目要我们在这边画一个那个圆的半径为 10.12 上面这边的话呢再画一个圆 这个圆的半径呢 特别注意啊 刚刚点错了为什么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很容易怎么样呢 因为呢 这个点如果点下去 就 错了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不能 因为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终点 那我们是要在端点上做 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你点下去的时候 两 两个点很接近 所以你很容易就是 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像这个地方 记得一定要是在端点上面 那注意一下这个形状 如果你现在点下去就是错误的 一定要先点那个 是 这个端点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容易错 如果说你今天不希望说 端这个 终点出现的话 那你可以在物件锁点上 按右键 可以把那个终点暂时关闭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不会错了 因为终点就出不来了 因为他会不会出现的话呢 跟你设定这边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错误很容易发生 你只要不要犯这样的错误的话 图就基本上不会画错 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画园 在这个端点上面画一个圆 那圆的半径就是 23 23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处理什么 处理这里面的 这边有个圆 那圆的部分的话呢 他跟我们讲 就是 离这个中心点过来 是 24.4 所以这里的话 画一个圆 那圆中心点 从这边追踪过来 那你可以用那个追踪的方式 他有延伸线 沿着这条线 给他 24.4 也就是从 这个端点追过去 24.4 我要画一个 远 那中心点就是这个 我追踪到的位置 Enter一下 那再来的话 他的半径是 19 19 你按个19 好 那19之后的话呢 再来 这边呢 我要有一个偏移的距离 也就是说呢 从中心点这边 偏移过来 会需要一条线 那这条线我刚刚讲 这个线的 角度为120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OK